为了住家安全 很多人会装设监视器 不过现在有位民众 陈先生来投诉 他花了净万元购买了监视器 但是厂商附上的原厂电线 竟然长达了20公尺 拉起来足足是将近 七层楼这么高 因此在装饰完毕之后 还有这么一大截电线 他不知道该怎么办 问问厂商 结果对方跟他说 随便丢就好 但是因为20公尺的电线 真的太长 所以他把电线捆起来收纳 结果导致电线 使用不到一年的时间 突然起火 发出了阵阵恶臭 还差一点就造成了住家大火 平凡无奇的延长线 仔细看黑色电线 被火焰烧的整个相融在一起 部分区域甚至烧到 露出里头铜线级电线 看起来出目惊心 关键萤幕整个跳掉 跳掉之后呢 我们就闻到它 慢慢发生那种塑胶的味道 陈先生买监视器 想维护自家安全 原厂唯一附的电线 竟然长达20公尺 这么长的电线到底有多惊人 以一层楼平均三公尺换算 长度高达七层楼 不捆绑收纳 在室内根本无法摆放 陈先生找原厂求助 确实得到这样的答复 如果说你多出来线 可以把它放置在 不见光的地方 甚至是 就堆砌在一边 20公尺的电线放在家里 相当占空间 而且不美观 陈先生将它捆绑起来 导致起火燃烧 2012年10月购买 2013年9月 使用不到一年 还在保固期限内 就发生电线自燃 导致监视器讯号异常 镜头漆黑 塑胶燃烧 还发出阵阵恶臭 全员厂商卖家表示 消防暑自2006年 就加强宣导 电器电线不能捆绑 以免电线走火 愿意成本价200元 替陈先生更换线材 装品不会下架 也不会改变 20公尺电线的长度 只是一般住家装监视器 顶多10公尺左右就很足够 要者提供七层楼 高长度的电线 对于陈先生来说 贴心服务 反倒成为负担 这次的陈先生 你们说的台北 看不到